《迪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一起演独生命记 第24章 日子13节 有关摩西教导以色列文 面对社会上弱势群体时 应该有的态度和具体指引 今天的经文主要探讨四方面 包括休妻和身处节契的事业 欠债的人 贩卖人口 以及大麻风病人 旧约的时代是男专女卑的社会 随便休妻的时候普遍 为了保障女性 条文要求丈夫要准备休暑 养妻只能够改革 亦都禁止男性 同前妻再婚 以確保婚姻的神性 并非随意离离合合的意气之事 另外新婚的头一年 丈夫不可以当兵 或者担任出差的公务 养妻只能够享受新婚之乐 面对欠债的人 债主不可以拿走他的谋生家当 拿些什么家当作低压品 都是由借主决定 对贫穷的人士 日常使用的低压品 更加要在日落的时候归还 债主也都不能够闯入借主的家 只能留在门外等候 这些规条甚至比现在更加尊重 和宽容这太人士 前排东南亚贩卖人后的事件 在旧约时代都很常见 摩西对这样东西采取最严厉的惩罚 以死刑 阻吓你的剥夺别人自由 甚至生命 而获取私利的行为 经文第八至九节 有关大麻疯病人 经文所指的大麻疯病人 有学者认为 患者患有皮肤病 当时被认为是不潔的病人 李美基有详细说明 对病人要密切观察和隔离 确保符合性结和卫生的要求 除了关注病人的需要 经文也都有提及米利暗 因为反对神 而幻想大麻疯的事 提醒意识列民 要在神面前敬省生活 以免得罪神 以上合情合理的规条 让我们见到耶和华的爱识意识列民 同时也提出严格的管教要求 研究基督教家庭事工的学者 金美博士 提出恩威并重的教养概念 Grace Based Parenting 在恩殿的基础上执行规矩 其实放在不同的人制处境都非常合用 让我们安静一下 回想一下自己 你有没有在执行规矩的时候 牺牲了对个别人士的关顾 也说你太从人情味 对规条採取 只眼开 只眼闭的态度 我们应该怎样做 才能够达至恩惠并重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恩典的主 圣洁的神 感谢你以宽恕 和管教代我们 向我们展现完整的爱 让我们这些蒙受恩典的人 也都能够学校你 去面对生命中遇到的其他人 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成名求 阿们